國民黨環總召傅昆錡提出的 花東快速道路特別條例等三個交通建設案 預計週二用會表決 民進黨團在開啟者會 痛斥幾兆元的預算 只花幾分鐘的時間就送出委員會 傅昆錡 我們呼籲他趕快下車 但是沒想到黃國昌民眾黨急著上車 掏空國庫 債留子孫 這樣一列失速列車 綁架國會來逾越了程序的正義 爭取今天下午的協商 充分討論 因為協商是一次補進度 是一次補課的機會 能夠在做協商的時候 民進黨你們拿出具體的辦法 我們才有實質討論空間 如果說到現在還是想說 這就是一味的違憲 而不願意正視 或者是不願意傾聽民意 來建設台灣的話 誰才是耽擱台灣建設發展的罪人 來硬反嗆 綠營跟行政院都沒有完本 協商要怎麼討論 綠營則痛批 拐個彎 緣預算就是違憲 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更發文 質疑立法院不能剝奪行政院長編列預算的權利 而且還評跟可行性評估都沒有做 又如何在傅昆奇要求的十年之內完成 但傅昆奇跟黃國昌再度重申 特別條例就是為了交通平權 而在民國90年跟95年都曾經發生過 由立法委所提出的相關反映民間的 這樣的一個建設的法律案 在立法院通過之後 確實行政院也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也把這些法律案的建設條例 後來都一一的執行完畢 我們真的欠華東人一條安全回家的路 真的欠的太久了 基層的民眾對這些事情都有高度的期待 台灣民眾黨黨團所提出來的修正動議 是希望用一般的公務預算逐年來編列 希望他能夠透過個案計畫 嚴格的審查程序 比較不適合用特別條例直接來處理 行政院這邊會來編決議案嗎 這可能要留給行政院這邊做決定 甚至可能是 是不是下一個內閣來決定呢 即便還沒三讀 已經有民進黨立委希望行政院用副議案 黨下特別條例 可以預期 新內閣剛上任 馬上就有重大的政治考驗 花通快環島高鐵 憲法規定立法員不得為增加預算之決議 不得為增加預算的決議 結果他利用這些立法來逼行政院為增加預算的決議 這個顯然是違憲 怎麼來看呢 對其實這三個案子 這個預算超過上兆 那結果傅昆奇他說這三個案子不管是花通快環島高鐵規定行政院十年之內又把它完成 然後要求行政院要編列這個預算 那整個這三個法案在交通委員會討論三個法案加起來沒有超過11分鐘 現在國民黨的策略就是這樣子 他也不在這個委員會跟你討論 那反正如果有意見的話傅昆奇就說送這個超級協商送超級協商 那送超級協商冷凍期一個月之後他就要求在國會就要表決 因為他們現在已經藏到甜頭了 他發現國民黨跟民眾黨合起來在國會的表決可以贏過民進黨 所以他們現在完全不在各個委員會裡面討論了 連這個最尊重過去的黃國昌說 這個委員會審查中心主義一定要在委員會好好的審查 結果黃國昌也是一樣在委員會裡面也不審查 那完全交付超級協商就在國會就直接一場就直接表決了 那這個已經是國會的獨裁霸凌的行政權 因為剛才又給我提到立法委員你不能為預算是增加 行政院提出來的這一個不管是預算是法案 你有問題尤其是預算 那你就做刪減嘛 你不可能說再增加預算然後要行政院買單嘛 所以這個絕對是違憲的一個條文 那所以民進黨也做好準備了 那如果像這個上禮拜也是超級協商已經過了 那本來上個禮拜五要來表決 那現在後來上禮拜五因為又討論其他案子就延宕了 那有可能就在明天星期二就會再表決了 那如果說真的國民黨跟民眾黨又聯手要把這一個 霸凌這個行政群的這三個法案通過的話 那我覺得行政院沒有辦法只能提複議 只能提複議因為你笨不到嘛 你要求行政院邊上造的預算 而且沒有經過任何的環境影響評估 你就叫行政院一定要做而且十年內一定要完成 請問一下行政院能做嗎 行政院不能做的話只好提複議 那如果提複議要經過這個立法院二分之一的表決 如果行政院又輸掉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要提示信的 就是要讓人民知道說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 在立法院就是這麼二把嘛 就是回到2000年阿比在執政的時候嘲笑也大 像國民黨跟民眾黨就聯手 這個法案呢就把你加碼 不然就是把你亂搞 搞了就是行政院他沒有辦法做 在這種情況之下 複議是一個案子 讓民眾知道說 現在國民黨跟民眾黨在立法院這樣子亂搞 完全不讓這個立法院有合理合格的這個審查的一個機會 那如果這個這個東西 複議也沒有辦法過的話 那之後請大法官釋憲 這個立法院可以把這個詞權 深入到行政院手中嗎 可以來決定說立法這個行政院的這個預算 或是法案該怎麼做嗎 我相信大法官會議會做出一個很好的一個說明跟解釋 怎麼來看呢 四個字啊 痛心疾首 怎麼說 這種多數的這種暴力喔 喊著民主打民主的做法 其實做了兩件事 非常非常惡劣的示範 一個示範就是剛剛所提到的 你立法院擴權自己編列增加 用特別預算的方式 然後直接想要通過譬如說 滑東快環島高鐵這些東西 加起來破照的法案 而且就如永哥剛剛所提到的 整個過程 可以說了 加起來10分50秒 11分之間都不夠了 誰會這樣 10分50秒 有一個案算討論最久的 6分多鐘 6分鐘 對6分鐘 剩下兩個案 加起來不到5分鐘 一個委員發言的時間都10分鐘 他連一個委員都不給你發言 他不跟你討論啊 不跟你討論 我就是表決過去啊 你不跟你討論 自己提案人都不做提案說明 不用說明 我就是要過這兩個字嘛 阿拔嘛 這不是民主啊 這個基本要做暴力 民主的多數暴力行為 這是一個 然後你這樣過了之後 基本上你看 就要透過這種 接下來的用表決的方式 直接強度觀商 我跟你講這個 我剛才講通信機首是說 即便是過去 這個阿扁時期的嘲笑野大的時候 大家也還是 是理性的去討論 各式各樣的議案 或許最後民進黨 在表決的時候還是輸了 在討論的時候 還是要尊重國會多數 但是不會是10分50秒 即便民進黨完全執政的時候 那個討論那個前瞻預算的時候 然後多久時間 155天 155天 比上11分鐘不到 匪夷所思 何況我要提的就是說 連討論都不討論 對 那就是一句話 不尊重少數 因為國務思想裡面不是常常講嗎 孫中山不是常常講嗎 對不對 要尊重少數 要尊重少數 那為什麼他連尊重少數 讓少數講一句話 講個話都不給人家講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所以這樣子的國民黨 所以現在有時候回頭來看 國民黨為什麼會失去中國大陸 整個會失去會輸給共產黨 我看如果以現在的來看 有網友說難怪 兩個字說難怪 可是我再補充一下 其實你說這個東西 是國民黨的暴力 這個多數暴力的行為 它後面是叫做什麼 毀先亂政 它所謂合途 看起來好像就是說 就到時候做不了 問題都是你民進黨的 可是真正損失倒楣的是人民了 真正造成整個台灣的運作的癱瘓 是你用透過這種國會報稅 那誰最誰最高興 北京嘛 所以難怪有人會說 傅君旗去中國的時候 要報告的時候 我們已經啟動了 用國會癱瘓民進黨政府的第一步 看起來現在就要做這件事情 那就是送給共產黨嗎 對啊 共產黨天天想要打台灣 誰是想看到嘛 所以今晚 不過另外 藍寧有一些人不太同調 我們看看哪一件事 盧秀燕江啟臣 將出席總統就職典禮 黃偉翰說 國民黨總算還有頭腦清楚的人 不過只有兩個 因為連蔣萬安都不清楚 想說他不去 蔣萬安說要調整行程 誰要調整行程 現在要推薦了 發現不對 他調整行程 因為發現不對 盧秀燕去了 江啟臣去了 所以他要調整了 對 黃偉翰說 那國民黨還有頭腦清楚的人 即一個頭腦不清楚 但被調整的人叫蔣萬安 應該這樣子吧 好 再來 再看看連忠實 忠實的社論 都怎麼講 杯葛五二零 國民黨將成為歷史罪人 會接受被統一的命運 只會讓台灣失去談判的籌碼 接受被統一的命運 連忠實都這樣講 這是我可以說這二十年來第一次看到的 受到邀請不出席五二零就職典禮 這是朱立倫 他不出席 朱立倫反而稱說希望民進黨敞開心胸 民進黨不是敞開心胸 請你們來參加了嗎 那你為什麼不敞開心胸來參加呢 就反而 這怕人還發救人 這就是朱立倫 國民黨拒出席耐清德就職 所以綠營孫說 哎呦你北京太平島你們都去了 竟然就在總統府前面你們不來 酸素的歪來這樣就對了 哎呀這國民黨真的是了不起的親皇 對因為其實一切都跟中間選民的態度有關係 那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就是五二零的就職大典 那個是台灣 那是中華民國總統的就職典禮 坦白說不出席 那你就要說服民眾說 那不出席的原因是什麼嘛 所以在國民黨內很有趣喔 這個朱立倫這邊的態度是什麼呢 朱立倫這邊是幕僚拉著朱立倫說 先不要答應要去五二零的就職典禮 為什麼呢 看看民進黨有沒有跟我們談什麼 其他法案上面 大家可以談的可能性 連這個都要想辦法拿一些利益 當天市長另有行程嘛 所以一開始的態度 其實大家國民黨這個地方呢 是面對這件事情 五二零就職的時候 看起來抗拒的態度成分是比較高的 但是因為盧秀燕開了這一槍之後 盧秀燕表示要去了之後呢 現在看起來對國民黨來講 盧秀燕都帶頭要去了 那對於這些人來講 那你們大家的考慮 是不是要稍微做一下調整 為什麼 因為很顯然的 就是偽翰後面去講這一件事情 這跟中間選民的觀感有差嘛 這是台灣的大事 是中華民國的大事 是新總統的就職典禮 你去一下表達你的風度是會怎麼樣呢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盧秀燕開了這一槍之後呢 後面陸續開始調整 尤其有趣的在哪裡呢 有趣是在中國時報這一篇 大家本來以為這應該是自由時報 社論才會出現的事情啊 怎麼會出現在中國時報上面呢 如果大家去看中國時報這些內容的話 他還會告訴你說 為什麼五二零這些國民黨的人 最好要去呢 因為涉及到大是大非 我講得很清楚 大是大非 所以這一篇好像是在講說 如果國民黨的人沒有去五二零 就職典禮的話 你們這些人沒有大是大非 蔣萬安如果沒有去的話 你沒有大是大非 如果朱立倫沒有去的話 你也沒有大是大非 欸這邊社論的反過來 反過來講的意思其實是這樣子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 你看到這個蔣萬安的態度呢 開始做了調整 請這個幕僚來看看 當天的行程 有沒有可以另外再做調整跟安排的 那朱立倫這邊看起來呢 話也沒有踩得那麼硬了 所以呢看起來國民黨的方向呢 開始做了一些調整 因為盧秀恩開了這一槍出去 但這也有另外一個訊號是 盧秀恩開了這一槍呢 跟2028很顯然是有關係的 因為考慮到中間選民的觀感的問題 那另外一個是 忠實這一篇 導致今天很多人都在討論 為什麼忠實開的這一槍 跟過去他的評論的方向 看起來是不太一樣 然後忠實這一篇 讓大家覺得錯愕的是說 他的方向是說 如果你們國民黨選錯方向的話 就會被統一 奇怪 這怎麼好像跟忠實過去的 這個主張稍微不太一樣 而且在社論裡面的主張 但是不管是哪一種 他忠究內容裡面用了 大是大非 這四個很重的帽子扣上去 所以很顯然 現在國民黨內呢 是要跟著大是大非走 還是跟著沒有大是大非走 這個對他們來講呢 這幾天很快 我們就會看到他們的選擇 我們把重點唸給大家聽 這是忠實喔 忠實喔 忠實喔 政黨激烈競爭 相互杯葛都可以理解 但杯葛520 就此典禮並不適當 藍綠二鬥造成臺灣 為反對而反對的政治文化 這就是國民黨啊 這就為反對而反對 顯然就不是忠誠的反對黨 好 不但阻礙國家進步 更危險的是 撕裂了臺灣 如何面對中國武統的壓力呢 一個分裂了臺灣只會讓臺灣失去談判的籌碼 接受被統一的命運 所以換句話講 大家知道喔 國民黨現在在阻礙國家的進步喔 連忠實社論都這麼講了喔 三級 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這立院榮譽顧問嘛 所以表示說我們有那個 有實在有經驗嘛 我 我也立院榮譽顧問 我最高顧問的 比較適合 你又說我這個 我怎麼要每次都報一下呢 當然 所以我們都知道在臺灣議裡面 你可以減議算 不可以添議算嘛 你要添議算你就要怎麼做 在經一年還是更多時間 來跟行政部門建議說 我就覺得臺灣人體育運動很重要 我們來用一個國民運動中心 這叫做政策嘛 所以你不能說 這個東西一億不到 改五億 改十億 這不是法委員的工作 如果要讓你法委員做這個工作 就不需要總統 不需要行政議員 那傅君起在說這個其實有不一樣的 第一 他說啊 全環島隔天啊 要為哪裡 要為宜蘭到華連 華連到台東 對不對 台東到賓東 對不對 他說環島隔天要為宜蘭到華連 華連到台東 台東到賓東 要十年來去就好 對不對 來我問你 台北跟宜蘭去就好嗎 沒有啊 高雄跟賓東去就好嗎 都沒有啦 所以現在是要臺灣分兩十 這因為這十十年要去嘛 這兩十還要在兵 國稍會有的嗎 可信信 還要環平還要怎樣嘛 所以以後我們臺灣隔天會分兩條 那不是這樣 也沒反倒啊 因為那兩兵就還沒決定啊 所以這第一不可能嘛 第二 他說如果臺灣的青雄做不夠 他說要開放國際標 國際標什麼意思 我告訴你 中國來做 有一個政策 很有名叫一帶一路 中國來做 一些聯合的國家 中國不是自己做而已 還兼買貸款給你開 那有時候臺灣還沒做還都破散 還沒出來 那一隻他的 是里蘭卡路這樣 對 還沒出來 他如果蓋基尼基尼他的 蓋鎔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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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鎔 吳慧琳 吳慧琳很簡單 國民黨 這樣意見這麼多 什麼你說這麼簡單 很簡單 這就是鷹派跟鷹派的差別而已 比較婚教的 蔡英文你好你好 白鵬 蔣萬安 盧秀燕那種 這個叫做韓江盧聯盟 沒有 蔣萬安沒有 蔣萬安 蔣萬安 蔣萬安是 黃偉恩說 國民黨還有頭腦清楚的人 指的是盧秀燕跟蔣萬安 蔣萬安本來是不去啦 所以他是頭腦不清楚的人 只不過現在調整了 簡單說啦 去參加 有好臨就職的國民黨那裡算一團 去參加許小新 收聽的一團 這樣就看得有了 去參加中國 北京那裡還有一團 那團兩邊都有 因為中國國民黨 如果說到中國就 中國是他們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中國是中國國民黨不可切割的一部分 不然每天叫他改名 叫台灣國民黨他也沒來 叫中華民國國民黨他也沒來 中國是國民黨 他也沒來啊 所以中國是國民黨無法切割的一部分 所以大家都有 但是他現在高派跟鷹派就是說 高派就是我還想要算的嘛 我有想要算市長 有想要算總統 他還在拚 鷹派 鷹派也要算啊 鷹派就是民意代表而已 出一家家人每天都買啊 他不用跟人好好氣氣 不用想辦法處理事情 我就我那外國好 那不可以處理事情 都吃比較肉 這樣啊 所以你要看徐曉青付昆寺都是用這樣啊 你算我都吃肉 啊 啊你都吃肉 你都不處理 他們的想法是這樣 他們會跟人婚關結嘛 就跟你說他就像表洞 你看付昆寺在李環醫裡面 大小子在那邊趴著那邊 結果去到中國的時候 人家叫富士昆娘的 在那邊點燈頭說我是昆仑山上的一隻小草 你能知道這件事 我說我是昆仑山上的一隻小草 因為他那簡體字齁 沒有昆仁這兩隻啦 他問那個 那個國台辦 不是國台辦啦 宋濤喔 王什麼 王富林啦 王富林不是昆仁說 你昆仁這兩隻什麼意思 他說我是昆仁山上的一隻小草 說到這齁 我告訴你像啦 有一個很有名的反共作家 他以前原來是洪衛兵 參加了共產黨在中國 他寫一名文章 他寫一名文章說 共產黨拍過一部電影 叫做昆仁山上的草 然後呢昆仁山上的草 這個是共產黨的電影 這宋揚共產黨 那個時候啊 傅昆崎一九六四年的看 應該是一九六四年出生的 他喔 那名叫傅昆崎 我告訴你 昆崎這兩年 國文白的人太少 那時候如果 舊上就知道說昆崎 你出生的時候 剛剛那年 共產黨有這部電影 叫這個昆仁山上的草 剛好共產黨拍這部電影 就在傅昆崎出生那一年 而且是在大力的送揚共產黨 這個時候 你去配合共產黨 取名字叫做昆仁 就是昆仁山上的草 我告訴你 那如果蔣介石知道 絕對槍斃啦 連當來有這個阿強的 這個派來幹掉 有這個昆仁山 竟然沒有處理到 沒怪這個漏氣 齊昆啦 齊昆 人家那個黃富林叫他齊昆